欢迎订阅发生 我就用LogLogSang LogLogSang 上堂啦 世人都知道潮山人喜欢喝茶 当地街坊见面都会说一句 宅爹 喝茶 可见这个茶文化 神早深入人心 但想要品到好的功夫茶 一定要选一把好的茶壶 而潮山人首选的 就是本地的手拉朱泥湖 我们的特点是用这个泥 抓出来的茶壶就比较光滑 看起来很精灵的 那个养起来比较润 看起来比较好看 好亮一点 潮山功夫茶多数是一壶三杯 因此传统的手拉朱泥湖 多数都是120毫升容量左右的湖仔 但是身材西港够多 一把好的湖集精巧古灵源瘦于一身 要经过68度的工序才能够製装而成 第一步就从这个损泥料开始 这个泥是我们草州当地的 抓出来比较精品的茶壶 抓起来很细腻的 製壶的朱泥多数是采自本地 氧化铁含量比较高 可塑性和黏性比较强 采回来的泥料要经过多度工序的加工 最后还要放置几年以上才能够用得 张老师介绍就说 每个潮州的祭壶世界 都有自己独门的朱泥配方 绝对是不会外存的 这个泥荒酒生井度比较少 那个少出来比较光滑一点 那个杂质也比较少 我们做了这个壶 用拉坯 拉坯后来修坯 修坯是装嘴巴 那个工序是很多工序的 一个有68道工序 大概少了一个月 拉坯是最考验象人的功夫和经验 用转盘只能拉出圆形 但并不意味着手拉朱泥壶单调 其实它以圆为基础 造型是千变万化的 已经老一辈子 钻到那个杂质是很古朴的 梨形 还是设柄形 还是设亭 张老师跟我们说 越不起眼的地方 越考验这个祭壶师傅手上的功夫 比如说这个壶盖 每一只手工的壶都是不同的 师傅要因应不同的壶 量身打造专属的壶盖 抓的这个盖子是最难抓的 每一个壶配一个盖子是不一样的 要紧密一点 抓好生的也不要抓得太好 要抓白一点 那个修起来比较高等一点 成形之后 粗壶还要风干几日 这一步往往看天吃饭才行 有风停气的 停气好了 那个茶壶有晒钢的 那个烧出来的杂质比较少 如果那个晒木钢的 那个生井度太多了 那个烧出来的杂质比较多 风干之后再征收 最后入牢 用1135度的高温来消制 一把合格的手拉珠泥壶 必须这个湖嘴湖靶和扭 这三点是成一线 比例均匀 望上去大方得体 好的茶壶 又看那个嘴巴 还有那个线条 还有那个光滑 老安淳 是潮州手拉珠泥壶的四大名家之一 张老师是他第四代的传承人 他从九岁开始 跟他老爸学习制壶 一做就三十多年了 对制壶的手艺是非常热爱 但是面对行业的青黄不值的现状 都有些担心技艺会不会失传 那肯定是不太愿意 主要是这个费时费力 学习的周期又长 而且不好赚钱 学是一定要学嘛 因为毕竟这个是家族闯成下来的 是我太工抓起到我现在第三代的 我又用这个手拉弧传给我儿子 把这个回忆的手拉弧传承下一代 为业文化发生 我们又落落生 我是潮州手拉弧传承人张精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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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